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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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连说宝宝这里边是会打无蟹的啊 然后个人觉得呢在这个模式下锦囊慎用啊 因为这个比较浪费时间 有那个时间不如不如多过多过一轮牌出一张杀 多打一点伤害 但是你多打一点伤害就会被他踢下线啊 然后像无蟹呀什么的牌其实也都是可以不留的 因为我们都自己人是不会放OE的啊 而这个这个逗逼周语啊 反馈人家都能猜出来 据说是电脑猜的这个反肩牌就会相对准一些 然后呢这个模式下呢就是说 大家的选将都是随机的嘛 一般来说两边的人都会选菜刀 或者是那种能抓到杀的武将不断杀的武将啊 那种磨磨叽叽的控场武将啊 这个比如说不验尸啦 张和什么的就不要选了啊 选张和不如选个关与张飞坐在旁边 我们打出30点以上伤害的呢 组合都是有点围的 一般都是边上有个点围 然后这个每回合就是偷偷的抢袭啊 然后给大家放一局很短 也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这个又猜对了啊 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年兽模式呢 它叫做三国杀猪策划啊 现在测试服的朋友们都是说来一起杀猪杀猪 就是那个可爱的小猪的那个猪啊 然后如果有那种很好的配合 比如说这种刘备包养点围啊 刘备包养关与张飞这种组合的 就会被电脑判出作弊啊 直接被踢出去 其实大家都是随机选项啊 然后这个呃 这个许鼠这个玩家是我的一个粉丝群的玩家啊 这个在我的淘宝粉丝群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来打的 这样他就给我们飞出去了啊 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模式呢 现在的感觉因为他很不智能啊 他不会触杀 他就是个靶子让你在那打的 所以呢感觉就是 嗯怎么说呢 就有点三个人打靶子的感觉啊 将来他会出牌了的话 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老虎官的感觉 只是说老虎官那些破武将 都是这些标凤武将 这里面你可以自由选项而已 嗯好了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式 嗯补发一个小视频 嗯这个今天晚上直播我们二期见 嗯大家待会见